有些时候 就会有好像不同的待遇 这样子啦 一个大女生为什么要穿着这样子的 一个鲜艳的衣服 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就会显得很像很gay 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他又讲女孩子 就女孩 你是女孩子 就不要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都穿发有别的理由嘛 所以他们以为就穿发就很 女性化 原来是女孩子 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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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其实我是中学 然后中学是要选科目嘛 那时候就不要选科目上大学 然后我在班上朋友问我 我想学什么课 我就讲我想学Engineering 然后他们全部都问我哪一个Engineering 我想修了 他们讲修了Engineering是男生做的工作 因为要去工地 construction side那些 然后我去的话就会比较女孩子吃亏 我自己想要留长发 然后我家人就很多人还有朋友 我身边的朋友讲为什么要留长发 我就讲这个只是我的个人外表 我就想怎样都可以 就可能他们觉得会太女性化一点 然后也讲他们讲不适合我 但是我就想要去试一下 我想因为我有三个兄弟姐妹 就是有些时候 就会有了像不同的待遇这样子 Forn 5就可以考了 Motor license 这样子就想到考Motor 这样子就方便了 又省油 通常都是爸爸比较反对 就是讲不要啦 女生降摩托这样危险 然后就是到我弟弟今年Forn 5 就可以考Motor license了 然后他就 我弟弟就没有讲 那时候我妈就问了 你要考Motor license吗 这样子就方便咯 你要去哪里都可以 然后我就 就惊讶了 然后你当初又不给我考 然后你又直接就这样主动 就这样主动问我弟弟要考了 就会讲 哎呀那孩子跟你会是那一样的 那孩子就安全点咯 你们女生家就这样子又这样危险咯 我是本身就比较喜欢参加很多Event的活动的人 就有时候带Event上拿到一些Event上的衣服啊 或者是Event上的赠送的那些毛巾之类的啦 然后就会 因为Event都会跟着自己本身的主题去跑啊 好像可能什么什么的主题啊 然后之前主题的颜色就是来可能紫色 红色这种东西 然后就会穿着这样子的衣服咯 去到学校 然后就会给我的朋友说 哎 一个大人是为什么要穿着这样子的一个鲜艳的衣服 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就会显得很像很gay的样子的东西 他们觉得女生应该 呃 文静点 因为有时候我会晚上跟朋友去大学啦 出去吃东西那些 有人有男生跟我讲过 就不是很熟啊 他跟我讲过 哎你不应该到半夜出去 不好啊 不要参样的男生参女生多一点 然后他会讲女孩子 就女孩子 你是女孩子 你就不要这样子了 嗯 就我朋友跟我讲过他 就 他自己就是微胖啊 就没有太胖的那种 然后就时常被人讲他很 很肥 然后他就讲 他男生也是很肥 为什么你们不讲他 然后他就讲 哦那个是叫壮 其实我也不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的 就是那时候我找 找这个双重标准的时候 我才发现到原来这个是一个问题的 就是好像如果你 呃 一个男生哦 跟整整群女生这样子出去哦 这样子就没有问题哦 就觉得啊 那个男生很很亲切 很nice 这样子啊 跟那般女生这样friend 这样子如果你是一个女生啦 跟一群男生出去啦 人家就以为你是单善啊 就是很 呃 没有什么精致啦 这样子的东西啊 就是 会给其他人讲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很不好的啦 我有我的 我跟王阿姨是住在同一个屋檐家的 然后 王阿姨呢 就是 年纪也蛮大的 他40 41 这样 可是 他是单身的女性 然后在这种阶段其实是非常难找到 所谓的另一半啦 可是你仔细去想想说 当男生达到41岁 其实他也很容易 找到另外一半啊 为什么 女生在这个社会上 反而更能找到 这个另外一半 仔细去想 可能觉得男生 他有钱有事 他要找一个女朋友是很简单的 可是我阿姨之所以会 单身的原因 也就是因为他在情 在适合谈恋爱的阶段的时候 选择去 选择去 努力的工作 让自己的能力 以及自己的权力 这是自己本身的金钱能力提到很多 所以说 你说 男生的金钱能力 能够养活一个女生 所以他能够找到 另外 你是40多岁 还能够找到女生去接受 其实我觉得 不成立啊 就是如果外面工作啦 有一些人会讲男生呢 就是拿到的配音会比女生高 就是讲他们的工作能力 会比较强啊 做的东西比较多 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是 缺乏比较高的薪水这样子 很不公平的啊 就是好像 做你会讲男生 工作能力 会比较高的就是 通常我遇到双方标准的话 我都是不会理会 我朋友讲什么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 比较爱开玩笑的人 就当他们开玩笑这样 然后我会用更严厉的方式去双鱼他们 就他们那个时候一直讲 很丑很丑 为什么你不要留 快你去剪啊 然后 我就 我就讲 我还没有留完嘛 我就好 我还没有到 那个终点 为什么你就要阻止我 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 留长发 我可以 就我自己想要留的话 就 没有人想 就可以阻止到 就 一开始会觉得 听了之后会觉得 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还是 怕自己的决定是错 然后 想想一下就觉得 不用理别人 就别人的看法是别人啦 自己的看法是 自己想要做什么 还是自己的决定 我其实是没有理他们啦 我是 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给他们看 女孩子也可以 做 也可以做 先是觉得有点不公平啊 然后 因为我是最大的女儿嘛 所以就觉得 哎呀 可能就是 让小的这样子呢 然后就 习惯了 有试过去讲啦 但是也是 不是很成功啦 但是 也是要就是 坚持啊 就是 呃 就是要讲 就是 尝试跟他们讲 就是要 其实就算我没有经历 我觉得是要 以一个 中间的 想法去看待这个事情啦 就 不可以 有任何事情都是 没有讲 男生不可以做 这个女生不可以做 这个就应该公平 所以我觉得 社会不应该用这种 眼神来看 其实我觉得啦 如果谈到男女 平不平等在这个社会上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难取得 一个平衡的 这是一种 社会上的一种病态 就是大家普遍已经有这种 思想 存在自己的脑海里 No 你说你要去 呃 改变它 其实是很冷的一件事情啦 完全没有去 没有办法去改变 但是 你觉得该不该去存在咧 那我就觉得 不应该存在这样子的事 因为 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平等的 他们要 他们要 他们自己本身的 穿梭上面 外表上面的打扮 其实都是 他们自己本身的权利啦 对 对 对 可是 我 你 我